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碳化锡晶圆和外延片制造商Wolfs B,此前在今年6月,宣布推迟在德国建设价值30亿美元的工厂的计划,凸显了欧盟在增加半导体产量和减少对亚洲晶片的依赖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其发言人当时表示,Wolfs B计划在德国萨尔州建立的工厂将生产用于电动汽车的计算机晶片,该工厂尚未完全被取消,公司仍在寻求资金。 但该发言人补充说,由于欧洲和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疲软,Wolfs B削减了资本支出,将专注于提高纽约工厂的产量。 该公司最早要到2025年中期才会在德国开始建设,比原定目标晚两年。 然而,8月下旬,Wolfs B又计划关闭其位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的一家碳化C-SIC晶圆生产设施,因为该公司试图削减成本。 Wolfs B表示,目前无法透露,关闭工厂将影响多少员工,并重申公司仍致力于达勒姆并在查塔姆县,开设一家拥有1800个工作岗位的新工厂。 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激进投资者购买了Wolfs B的股票,并敦促其重新审视其战略,甚至敦促考虑出售该公司。 Wolfs B发言人Chris Camacho 表示,此举仅影响达勒姆园区的设备工厂,该公司的总部和其他附近设施将留在达勒姆。 他们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北卡罗莱纳州,重点是继续推进他们在塞勒城的材料工厂,这是一项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将为该地区带来数千个就业机会。 该公司将在11月的下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上,公布更多有关工厂关闭的讯息。 Wolfs B执行长Greg Lowe 表示,关闭达勒姆工厂是为了减缓对其150毫米的6英寸碳化锡晶圆的需求,并削减成本。 Wolfs B一直试图在纽约的一家工厂生产200毫米的8英寸晶圆,该工厂比达勒姆工厂具有成本优势。 Wolfs B执还在电话会议上指出,6月份达勒姆工厂发生的一次设备事故增加了成本并导致产量降低。 尽管官方没有透露事故的细节,但其表示已经得到纠正和修复,事件已经过去。 该事故可能会对其第一采集收入造成约2000万美元的影响。 Wolfs B执第四采集收入为2.001亿美元,而平均预期为2.012亿美元,每股净亏损为1.39美元,而去年每股亏损为0.73美元。 根据LSEG的数据,Wolfs B执预计第一采集收入将在1.85亿至2.15亿美元之间,中间值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2.117亿美元,预计调整后,每股亏损将在0.90至1.09美元之间,而分析师预测每股亏损为84美元。 Wolfs B执预计在电动汽车销售放缓的情况下,制造问题可能会影响其生产能力。 不过,该公司位于纽约莫货客股的200毫米晶圆厂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计划在第一采集提前达到其营运产能的25%。 其执行长表示,200毫米设备工厂目前正在产生稳健的业绩,盈利能力的提高,让他们有信心加快将设备制造转移到幕货客股。 Running Point Capital投资长Michael Ashley Shuman表示,随着市场认识到新的200毫米幕货客股制造厂相对于就150毫米制造厂具有成本效益,股价开始回升。 Wolf Speed的股价在今年遭受重创,下跌已超过70%,因为它要处理供应链问题和电动汽车需求疲软。 Wolf Speed的客户包括通用汽车和梅塞德斯奔驰,该公司使用碳化锡制造晶片。 碳化锡是一种比标准锡更节能的材料,用于将电力从电动汽车的电池传输到电机等任务。 尽管电动汽车市场放缓,但Wolf Speed执行长指出,该行业的收入仍在增长,他们仅仅触及了碳化锡在其他行业的潜力。 市场显然没有根据他们的技术、建立的业务或业务战略潜力来评估公司的价值。 鉴于这种脱节,管理团队和董事会经常考虑其他方法来提高股东价值。 与此同时,他们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在2025财年将资本支出减少约2亿美元,并在他们的整个业务范围内确定领域以降低营运成本。 他们还就美国晶片法案的资本赠款初步条款备忘录进行建设性谈判。 除了晶片法案计划可能提供的资本赠款外,他们的长期资本支出计划预计将从美国国税局的48D税收抵免中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现金退款。 其中,他们已经在资产负债表中累计约6.4亿美元。 这家碳化西晶圆供应商Wolf Speed公布2024财年第四季财报,营收金额约2.007亿美元,较FactSet,分析师预估2.013亿美元还低,经调整后EPS亏损89美分,亏损幅度高于分析师预估的85美分。 台湾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甚至不禁发文开酸,看到Wolf Speed的财报数字,本来一手好牌,现在变成一手烂牌,这家公司不知何时要宣布破产保护,还是便宜卖掉,也不知以后接手的企业要想什么办法起死回生。 陆行之指出,Wolf Speed每卖一片1万美元总价的碳化锡晶片,All-in成本高达一片1万7000美元,真的跟英特尔的程度不遑多让。 上次说到,英特尔每处理卖一片1万美元的晶圆,就要亏掉6550美元,意思就是,每片All-in的制造成本为16550美元的概念。 而台积电是每处理卖一片1万美元晶圆,就能赚4350美元,意思是,每片All-in制造成本为5650美元,看起来美国半导体制造,只能靠德州仪器,Microchip, ADI, and Semi这几家撑着了。 陆行之分析,目前,Wolf Speed在手现金22亿美元,但三倍营收的资本开支要是不变,意味着每季度至少要烧掉6亿美元。 因为现金不足,公司持续增加长期负债,目前净负债是股本的4.5倍。 并表示,Wolf Speed手上的库存还有6.7个月,不知道有多少成品的成本在市价以上,以后会任列跌价损失。 陆行之表示,公司打算用目前只有20%产能利用率的8英寸厂,来逐步取代高成本的6英寸厂, 但感觉市场明显功过于求,非中国市场电动车扩产减速,竞争者持续杀价才是主要问题。 最后,陆行之夜不忍,质问公司快要归零,Wolf Speed董事会不知道为何还没对执行长下手。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